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各位好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在我们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当中 气候的变化与每一个人息息相关 它首先会改变全球生态系统的分布 其次会带来全球温度和降水的变化 进而影响农业生产 更为重要的是 气候变化还会导致极端和灾难性天气事件的发生 威胁人类的生命 因而破解气候变化之谜 是科学家们长久以来不懈追求的目标 那么在这变化莫测的领域里 科学家们将如何去发现其中的规律和奥秘呢 在云涌风飞的自然世界里 气候大师用它自身的平衡法则 引领着世间万物生生不息 春去秋来 四时蓄力 日月轮回中 天地不断变换容颜 装点冰封的世界 然而 欲有阴晴圆缺 天有不测风云 这些极富意运的诗句 既是文学意义上的天气和气候的描述 更是人们对自然无常变化的 一种溃叹和情愿 通俗地讲 天气是短期反应 是大气层中每时每刻的风云变换 而气候则是一年到多年 由四季交替而产生冷暖变化的 长期反应 自从人类诞生以来 总会面对泛滥的洪水 大面积的沙暴 以及罕见冰冻等各种极端天气 这也让气候的面目变得 争吟而不定 气候犹如异兵 达摩克里斯之间 高悬在人类头顶之上 人们一直试图找寻破解它 演变规律的那本钥匙 千百年来 人们对天象与气候的追问 从未停歇 成为滋滋以求的终极探索目标 那么 高高在上的老天 真的有那么深不可测吗 人们又如何能够了解 它的真实面目呢 上个世纪以来 这座雪山一直是欧洲气象研究的前沿之地 十九世纪末 就在阿尔卑斯山的山路间 一位名叫汉安的奥地利气象学者 发现了掩藏起见的气候规律 作为当时欧洲气象研究领域里的领军人物 汉安身兼气象台台长 气象学教授等多个职务 身份上的优势让他有足够的条件 对所在地区进行气象观测研究 再连续多年 对一百多个气象站 实施了温度 降雨和风力数据的收集与测量后 汉安发现 他所在的地区 已连续十几年在气温雨量等数值上 保持着一个大致相当稳定的水准 由此 他分析并总结出了其中的规律 在一定的时间尺度内 气候是一种稳定不变的常态 这种由试验数据推导出的稳定不变论 是距今一百多年前 人类在气候运行规律方面 做出的重要探索 可是 在一个区域内测定出的气候规律 在其他地区也能够同样适用吗 二十世纪初 气象研究在西方出现了新进展 因为美国人开始用雾后现象研究气候变化 所谓雾后 指的是自然界里鸟鸣虫飞 草木融窟等日常现象 它是动植物生长发育 以及活动规律对结候的反应 这位美国人叫霍普金斯 在对昆虫与环境的关系 连续做了二十多年的观察研究后 他发现了一条 可以用来预测气候变化的准则 在气候学界 这一准则被命名为 霍氏生物物候定律 霍普金斯在生物物候定律中提出 不同地区植物物候气的枣池 主要受当地气候影响 而气候又受经纬度 海陆分布 地形高度等因素的制约 他认为 当其他因素相同时 在北美温带区域内 纬度每向北方移动一度 京度向东部移动五度 或者海拔上升一百二十二米 春季和初夏的雾后期将延迟四天 而秋季则相反 在多年研究的基础上 霍普金斯研习前辈汉恩的 稳定不变理论 进行了更为细致的划分 和补充 然而 这条根据美国大陆自然状况 得出的务后定律 是否能够涵盖全球所有地区呢 两位西方科学家的研究成果 又是否参透了气候变化的 全部规律 一位来自中国的年轻气象人 对此提出了深深的质疑 并从此走上了一条探索气候 演变的独创之路 是否能够进行 又多汇文 并从此走上了一条探索气候 给你见到 是否能够进行 这条根本的 我认为 是否能够进行 它是否有 是否能够进行 这条根本的 就是 这条根本的 是否能够进行 这种压力之下 他们三个世纪出的这些人 都是非常落后爱打的 这种环境上增长起来 在这种历史的背景下 产生他们的那种 就是说是这么强烈的国家意识 为国家做事 我可以抛开自己的这个一切 正是在中国北极阁 朱克正带领着一批气象名家 建起了中国近代气象史的 第一个研究所 完成了我国气象事业的电机和 他是一定要看的 你看了这两个杂志以后 对现代科技的最新的发展 他都是了然于凶 很快 奥地利气象学家汉安的 气候稳定不辩论 以及美国学者霍普金斯的 生物物后定律出现在朱克正的视野里 此时已在国内建立起多家气象台站 并深安国情地貌的他 对此开始有了深深的怀疑 在朱克正看来 相比于西方特征分明了海洋地理环境而言 中国三面环山 一面滨海的半封闭型大陆环境 使得这片适宜浓耕的土地 气候更为诡调多变 而这 绝分一两条气候定律 能够全部涵盖 那么中国这片大陆的气候演变规律 究竟是什么 朱克正又将通过怎样的方式 去发现它呢 花开花落 云卷云竖 万物生命在季节的交替轮回中 按照自己的规律 生长 衰亡和重生 正是这些循环往复的自然现象 让研究气象的朱克真 敏锐地捕捉到 寻找气候规律的意思线索 而对家乡的一段特殊记忆 让它清晰地意识到 气候变化的地域差异性 绍兴 中国浙江中部的水乡古城 何往如知 人节地灵 广阔而富饶的宁少平原 不仅孕育了竹家祖辈 也将优美温润的自然气候环境 深浅进朱克真的脑海里 让它尤其难以忘怀的 是那片清脆如画的竹林 竹 挺拔俊逸 风骨青芽 是中国人对气节与品行的象征之物 在竹可真的记忆里 江南一带竹笋的生长 受当地亚热带季风气候影响十分明显 如果当年冬天就冷 笋会长在母竹的中间 俗称娘暴宰 若是暖冬 笋就会长在母竹的外围 形成宰暴娘 这种植物为适应光照及气候条件而发生的变化 正是典型的雾后现象 通过回忆和调查 竹可真发现 气候变化对江南一带竹笋等植物生长时间的影响 并不像或是定律里划分的那样绝对 甚至有时完全相反 这是什么原因呢 竹可真认为 北美是一个比较标准的大陆 没有高山峡谷的阻隔 因而或是生物物后定律在那里基本通用 而中国却因为一座高原的隆起 破坏了这种物后定律的规律性分布 它就是青藏高原 青藏高原这么大的盘南大屋 占了中国的四分子的领头 处于欧亚大陆的东部 而北美南美它没有 洛基山安提斯山是处于大陆的西部 这样的话使得我们中国的气候 除了海陆风波的影响 还受到青藏高原的影响 总和效应 因此在夏季季风过程要复杂的多 对于中国这一农业大国来说 季风气候带来的影响不言而喻 这让竹可真渐渐察觉到 找寻属于这片大陆的气候变化规律 是何等迫切 因而竹可真用了数年时间 对中国的季风气候 和由此对雾后产生的影响 进行了大量查阅和研究工作 从中他发现了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 在中国耗入烟海的历史古籍文献中 保留并记载着丰富的雾后 及气候信息 这些信息如果放在一定的时间长合里比对 能够表明气候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找寻他们遗留下的蛛丝马迹 似乎就能掌握气候变化规律的要义 换句话说 竹可真从那里发现了一定尺度内 气候变化的端离 那个时候因为地质学不是那么发达 尤其是地质学的年代的技术没那么好 所以真正要从地质学的角度来 了解长尺度的气候变化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做老那当然就是在中国呢 他首先想到的是用中国自己的材料 其实我们历史的记录特别丰富 各种各样的古籍各种各样的这个地方资 他们就是说东塔的主手机就是对于收集了这些东西 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就是手段 国学工地深厚的竹可真从这些古籍文献的字里行间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 霍普金斯提出的雾后分布稳定定律 并没有考虑到古今气候变化的不稳定因素 而对过去的气候重建其演变轮廓 在竹可真看来将会对未来气候的预测和了解 起到查古至今的作用 那么从这些古老典籍中 竹可真该如何梳理出历史时期气候的风云演变历程呢 这里是位于杭州市西湖区的浙江图书馆 每天清晨古籍部的工作人员都会严格着装 按照程序和要求对馆内的古书进行调取和整理 就在走廊尽头的特藏馆内 存放着明文天下的正观真品 文栏隔本四库全书 作为中国历史上规模宏大的丛书 四库全书凝聚了古人的智慧与劳作 历史仅二十年编撰 抄教完成 由于汇集了由先秦到清代时期的历代主要典籍 因此被誉为中国文化的万里长城 四库全书分为京 石 紫及四部 内容涵盖了古代图书的大部分类别 与这些古书几经修复的发黄外表一样 文栏格的四库全书也同样经历了颠沛流离的多传命运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 由气象转为教育领域的竹可珍 时任浙江大学校长 当他带领全校师生走上文军西征至漫漫长路时 谁也不会想到 这些流传了数百年的古书 竟在躲避战火 寻求转移的过程中 和他结下了不解的缘分 卓校长他觉得虽然治安大学的负担够重的了 但是他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情 他还是一口就答应下来了 那么这样的话就整个四库全书 就可以说在浙江大学师生的呵护之下 达山涉水 最后安置在贵州的定不动 也避免了日山雨林 竹可珍参透中国气候变化的发现之旅 正是从四库全书的吕诗春秋艺书开始的 书中记述了人们熟知的一种动物 《亚珠象》 《商人浮象》未跃于东移 吕诗春秋的这段记载说明在距今三千多年前的商朝 大象的身影遍及中原一带 结合史料中的记录 竹可珍复原了亚珠象受气候因素变化不断难迁的足迹 在气候温暖湿润的五千多年前 大象曾生活在黄河以北的燕山脚下 随着气候转冷喜爱温暖的亚洲象慢慢南退到中原一带 直到追随炙热的太阳一步一步走向南方的热带丛林地区 来到远离安阳几千千米的云南边境 竹可珍还发现 不仅是动物 植物的领地也在气候的变迁中不断发生着位移 这其中的代表就是中国百姓最为喜爱的一种植物 梅 在竹可珍熟读的诗歌总集《诗经》中 一首秦丰中南的诗歌写道 中南何有 有条有梅 书中明确指出 梅在很久以前曾经生长在西安南部的中南山附近 然而随着气候的不断变迁 梅已经逐渐退出了北方大地的舞台 其身影只在长江以南地区才能找寻得到 透过四库全书打开的这扇窗户 竹可珍再次领略到了中国古典文献的魅力和科学价值 好如烟海的古代文献典籍 跨越五千年之久 记录的雾后气象内容数不胜数 竹可珍决定 在这个从未有人涉猎的陌生领域里探索和跋涉 为后人勾画出大尺度的中国历史气候 演变途径 类似这种大象与梅树的例子 在古书当中还有很多记载 比如竹子 荔枝 柑橘等等 即便时至今日 有些动植物还在因气候的变化 改变着自己的生存地和气息地 那么当竹可珍从这些分散庞杂的 雾后信息里发现了气候变化的一些端倪之后 他又能否最终勾勒出历史气候变化规律的轮廓呢 这些气候变化规律 对于我们人类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明天同一时间 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好 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